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一博 这是一个很短的影片,希望大家能看完 刚刚我看到了香港大学的学生会 在苹果刊登的广告,他们写说 这香港人愿我们以生命回报自由 我在几年前曾经去港大采访学生和戴耀廷教授 所以看到现在的情况感触很深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看过最感动的一个广告 因为当你回想过去一年发生的事 香港人一路逼过来 即使现在面临这么凶恶危险的打压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很害怕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沉默 他们要勇敢地站出来,继续争取自由 我拜托大家,在香港以外的朋友 能继续用各种方式支持香港 一定不要放弃 或对他们的情况感到麻木或习惯 即使分享一个影片 写一封信给你的议员 政府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支持 我会想问你一个人的 opinion 有关于香港的发生的 判断上香港的判断上香港的判断上香港 然后是在香港的判断上 他的报道是被判断上 他会发生的判断上 我认为这些人的判断上 第一次,我们有做了 我们给了很多威力的威力 因为自由 我们要自由 我们给了很多威力的威力 我们现在都给了所有威力 然后我们现在都给了所有威力 然后它会不会有机会 香港和美国的威力 与这些威力 因为我们都给了所有威力 如果你看到中国 业务联系 他们会得了很多威力 我们还是怎样做的 所以我们也会无法导致 他们有很多威力 但我们不 又得到他们的威力 我们在评论 我们现在都给了所有威力 的威力 在世界上,我們現在都會辭職 所有這些優勢。 它們會很難讓香港爭執。 我會告訴你,我會說這個 從任何地位你願意聽聽, 我們會賣很多錢因為它 因為我們失去香港的工作。 我們為了很便宜 讓人們去那裡,讓公司去那裡。 我們都會辭職 all of that. 而且美國會成為一個大利益 從一個經濟 standpoint。 但是我會想看什麼事情發生 因為自由是很棒。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Thank you. 最後我想要分享哈比人裡的一段話 Bilbo跟艾仁族說 I came because you don't have a home. It was taken from you. But I will help you get it back if I can. 我也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一定會繼續幫助你們 讓你們永遠都不用以生命回報自由 而是用生命享受自由 香港人,加油! I'm I'm I'm